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女神戰駕今天晚上就販售了 前一天玩了試玩版 一直想說要把心得出一出 就沒想到SE色 把一堆遊戲拆得超級淨 我就只好用技能燒乾之力 在它發售的前一天晚上 先分享給大家我的看法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很明顯就是只侷限 我玩體驗版的心得 因為我會買豪華版 PS的豪華版 是禮拜一的凌晨就可以玩到 所以如果正式版有什麼樣的變化 都有可能會推翻我的體驗版心得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大多數試玩版 就可以看出遊戲的整個格局 只要是有玩過 大概就會知道對你來說 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你要是喜歡這次的心得 又很期待我正式版的想法 都可以點點讚、訂閱下去 這樣到時候才不會錯過 那一片的心得 首先 這次在試玩版裡面 我們可以先看到的問題 其實不少 先大概介紹一下遊戲的初心 之後再聊大家講的問題 是不是缺點 這次女神戰機 比起以往不同 採用的是ARPG的玩法 就是以動作遊戲為主 遊戲作為一開始 你會先遇到奧丁 因為她失去了力量 所以創造出了女武神 我們就要幫助她 進化諸神黃昏後的世界 因為還有很多靈魂在人界 不過試玩版的人家 只是屬於一小部分而已 實際上女神戰績極熱淨土 我們所在的最大地點 是一棵名為 尤克特拉希爾的世界樹 這棵樹是一個神聖的存在 只有諸神或是你有特殊的力量 才可以在世界樹上面傳說 因為它有分三層 神界、人界、冥界 遊戲的開場 我們就會是在神界出生 之後再到人界開始進化 沒有意外 遊戲如果有更多要素 應該也是會去冥界去殺王 或是拿英靈之類的 那因為諸神黃昏的關係 不管是在哪個層 世界上都不會有生物存活 畢竟都發生世界毀滅了 還有生物存在 這一點就會有點怪 所以我相信到時候正式版出了 應該是會跟試玩版差不多 只能在人界 找獻魂花聊聊天 聽他們說原本的世界 長得是怎麼樣 再加上有一些在世界上 留戀很久的人 會在世界各地 留下他的靈魂 比如說有一個就是 為了要找媽媽的戒指 這就是屬於支線任務 我們女神戰績 採用的是關卡式 我們一般活動都會在神界這邊 你跟奧丁聊完天之後就可以在萬象影這邊接任務 跟人往事有點像 可以讓我們選要打哪一關 只是我現在不太確定的就是 在主線接到的支線 是不是就不能靠主線來解 因為我是東繞西繞 花了蠻長的時間都找不到 最後結束之後才看到有多了這個支線 如果是的話 這個機制也蠻爛的 多了這個動作很多餘 我每次接到支線 怎麼就不能直接讓我繞過去打完 非得要回去接才可以打 這樣多次之後就會覺得很煩 還不如把主線打完 然後萬象影跳出支線 可能還會好一點 還有我特地接了 引起好奇心 早也找不到 才知道有這個機制 接下來我們聊聊戰鬥的部分 這次戰鬥非常的兩極化 最大的問題就是打擊感這個部分 很多人覺得打起來沒什麼感覺 這我放到最後說 先來講一講他是怎麼樣玩的 遊戲最基礎 就是用三角跟正方形兩個交替 打出各種不同的連技 很多人打完體驗版說 這一套是很厲害的新系統 朋友們 你們想多了 這個系統並沒有很新 早期光榮真三國無雙 就有這個設計 叫做Charge-CG 不過我忘記是從哪一代就開始有CG 他講的就是 當我們按下正方形一次 配三角形一次 這樣叫做C1 兩次就是C2 以此類推 女神戰界裡面總共會有五個CG 各位怪物多寡 你能用的時機點不太一樣 額外增強的效果有兩個 一個是神聖戰技 神聖戰技比較像是屬性攻擊 怪物的右手邊會有血條 左手邊會有屬性技量表 你把這個量表打完之後 就會讓怪物產生屬性失衡 神聖戰技就是為了要用在這一點 讓怪物馬上累積大量的屬性技量 就可以馬上阻止他們跑來跑去 還有另外一點可以造成失衡 就是破壞部位 有一些怪會有分幾個部位讓你打爆 像是龍可以斷尾之類的 另外一個增強的效果是英靈 簡單講就是叫個人出來幫你 他們會有各自不同的屬性傷害 召喚出來可以讓女武神有英靈的效果 這樣再打怪的效率就會提高很多 怪物害怕的屬性 我們可以在血條跟屬性的計量表 中間就可以看到 閃電就是雷屬性 火焰就是火屬性 這樣子分辨就好了 然後英靈還有一個作用就是 場地有不能過的地方 你必須要靠英靈的技能幫你通過 不過體驗版是只有教學可以召喚英靈 等你過了教學之後就沒有得用了 而且我們在戰鬥的過程裡面 其實看得出來這次製作組 為了要把場景的美感呈現出來 地圖都弄的比較大一點 可是這也讓怪物變得比較分散 為了排除太遠的問題 我們就要跟快要下船的庫拉比卡 借鎖鏈來用 你可以拉到旁邊跟人家開桿 降低你在那邊跑步找人家開打的問題 不過很多人說場景黑邊是一個大問題 可能我美感不足 對我來說就是有一點漫畫感 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然後我們打怪完畢 都會給相對應的靈魂 有些是恢復你的血量 有些是恢復你的魔力 還有一些是讓你可以點本質能力 或強化武器等作用 你能夠在女武神身上 針對攻擊、防禦、輔助 先點出不同的能力 攻擊就是強化被動 或是多幾招你可以用的招式 防禦就是閃避之後會有GP效果 還有增強你的減傷作用 輔助簡單講就是會給你一些 給幫助你的血量或是移動加強的作用 比如說二段跳、二段閃避 或是血量加強之類的 武器如果你有加強的話 可以強化你的傷害 還會多增加幾個招式讓你用 不過這個素材來源 我覺得是遊戲裡面最不好的一個地方 它的來源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打怪之後會拿到 或是寶箱會給你 這點我是沒有什麼問題 很OK 但是另外一個來源 竟然是要再四處打木箱才可以收集 雖然沒有強制我們一定要打木箱 但是針對遊戲的特性 箱子既然有可以讓我升級 本質能力的東西 到底是誰會不打 這就是製作組放出來的誘因 你打了升級會更快 大家當然會想要打 我覺得如果不要用箱子 可以放一些探索的要素 或者是你把這些東西賣掉 作為靈魂交換給我們 也不錯 但是打箱子打到最後會覺得 我女武神 又不是志願回收 一直要我打箱子是怎樣 到底是可以賺多少錢 那這支女武神探索除了打箱子以外 體驗版會給你一片大空地 會在你這邊探索有沒有額外的靈魂 在這裡就是在空房子的屋頂上面 像一個忍者一樣到處爬爬罩 就是為了要找裡面有沒有寶箱 有些還需要用到靈魂飛鎖飛過去 這個探索的過程 我覺得蠻無聊的 你必須要四處看看怎麼走 然後還得看有沒有漏掉 有時候屋內又很空 沒有互動的要素 就一堆箱子 我又要重回志願回收的懷抱 呵呵 因為這個房子裡面 除了你想要點人物的點數 你沒有動機會想要探索這一塊 正式版我可能想要嘗試探索一兩次 但如果還是一樣的話 後面應該就會跳過 要不然這一點 還到一半會想要退坑 而且在一個很大的地方找東西 會很明顯看到 女武神跑步的樣子 很詭異 很多人說這是活影跑 這其實是現代比較讓人印象深的說法 但很可惜 並不是這次才改這樣子 女神在一代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用飛的 用跑的 都是把手放在後面 要不然就是放在旁邊 只是現在把他改成3D模組之後 你看起來會比較不習慣 我一開始看也覺得有點好笑 看久其實就沒啥感覺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最後來跟大家聊聊打擊感 針對一個玩過不少遊戲的人 女神戰記的打擊感 確實是算比較薄弱的一環 這次女神戰記劍砍出去的音效 跟腿的踢擊音效很近 這一點就不是一件很樂觀的事情 再加上砍到人物的時候 他的反饋是被打退的感覺 而不是砍到肉身 光是這兩點就會讓人覺得 女武神拿的是逆刃刀是不是 才會有這樣的反饋 那有些玩家會覺得回饋很棒 手感不錯 必須要歸功在手把給你的震動回饋感 震動效果確實會增加 我們對遊戲的神經感 只要你是有用過手把玩遊戲 應該都會知道為什麼會這麼說 而且這次女神戰記 是把這一點做到很極致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也是嚇到 這種感覺就很像是 你在很多地方都會明顯感受到回饋 不管是戰鬥、跑步、任何事情 都會給你一個很直覺的觸覺反應 可是這部分就很看人 有些人會覺得手把震動算是額外的效果 並不代表遊戲給你的打擊感 那我是覺得既然這款遊戲 有這樣的設計 能夠為女神戰記增加這一點的加分項 我覺得也不是什麼壞事 當然這都是額外的要素 我覺得遊戲不好玩 回饋再好一切也都是往然 這一點就要等這次版才會知道了 OK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對這次的女神戰記 並沒有很樂觀 遊戲玩起來有些地方太陽春了 讓人覺得地圖設計太廣又太空洞 這幾天已經見識到神嶺邊臉史的威力 該不會女神戰記 也是有這個問題吧 唉總之 這是我的體驗版心得 各位要是有想要當作參考 覺得有點雷 就暫時先不要入坑 等我正式版心得分享給各位就好了 感謝你把影片看完囉 禮開之前不要忘記幫我頂個讚 分享出去 搞不好你的朋友 再來考慮這款遊戲 結果一買 剉賽 不好玩 那就糟糕了 我是Kai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期待